作為中華職棒的內野教科書 中興兄弟陳江和去年球季引退之後 轉任球隊內野守備教練 今年更是接下首席教練的重責大任 人家都說新官上任三把火 但升官的昂姑威 不只常常因為排錯行程 而請大家喝咖啡 心裡面還有另外一個甜蜜的負擔 不習慣 完全不習慣 那時候就是幫大頭看內野而已 現在不是 現在全部都要看 比較頭痛 對啊 野手突然都變這麼好 不知道怎麼去分 外野就是全程都放給那個 黎明瑄教練嘛 所以沒什麼問題 對 頭痛就讓他去頭痛外野 我頭痛一個小部門就好 除了榮生黃山君首席教練 在日前公布的六強一資格賽 教練名單當中 也能看到陳江和的名字 即將以內野守備教練的身份 展開國家隊執教初體驗 昂姑威已經準備好了 一生中沒有打過十二強嘛 也沒有打過六強一這一種 對啊 試看看我覺得也蠻好的 謝謝紅總就是也給我這個機會 打過那對教練的 的身份去 可是至少智力上面也是有十二強還是六強一 你去就是要打給全體界吧 因為你沒有最年輕啊 所以看來這份工作應該就是我扛了 對啊 沒差 因為去年也都是我在打 雖然選手時期沒打過奧運資格賽 但如今以教練身份入選六強一 也是另外一種成就解鎖 期待在陳江和的幫助之下 中華隊可以在六強一資格賽 用固若金湯的防守捍衛我們的主場 外體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還有